今天給各位介紹過了AMD自家的PBO2動態超頻模式 也分享過了國外大使自己開發的超頻工具Code Kroner Horizon 要說哪一個比較好還真的不好說 PBO2的優點就是在於穩定性較高 但是個別的體制設置差異太大 分而電壓曲線設置更加難以摸索 導致極限性能比較難以發揮出來 而CDR則是在混合超頻和降壓超頻這一塊比較有優勢 但缺點自然就是穩定性較差 那有沒有什麼超頻工具能提供統一性的超頻操作 能給到相對不錯的穩定性 還能夠盡可能將處理器的性能發揮到極限呢 還真的有 那就是Hydra OC Sensebox 如果你用過Hydra OC Sensebox 你就會發現它有不少相關的設置或UI都和CDR非常類似 那是因為Hydra同樣是來自CDR的開發者 WaxMust連同其他大使一同開發的新超頻工具 和CDR的主要差異在於Hydra更加能夠精準的進行動態負載調整 從而降低因為頻發的切換負載導致不穩定的問題發生 並且還會結合你的顯卡負載來判斷你是否在進行遊戲體驗 從而給到更加極限或更加合適的超頻設定 這一次就來給各位簡單介紹這款超頻工具是如何使用的 目前Hydra已經更新到了1.0B版本 但由於我在製作內容的時候是使用1.0A版本 因此或許會存在一絲絲UI介面或操作上的差異 希望各位能夠明白和見諒 另外就是Hydra本身暫時還是以付費形式下載的 我自己也是加入了開發者的付費會員 從而獲得Hydra軟件的下載資格 為了尊重軟件開發者的辛苦和用心 我這一次不會提供任何Hydra超頻工具的下載鏈接 有興趣想要下載的還懇請大家能夠支持開發者 並給實際性的支持 在開始使用Hydra之前先來看看Hydra超頻工具的使用手冊內容 這個很重要一定要先了解清楚 在使用手冊中提到了Hydra僅支持AMD Zen 3和未來Zen 3家架構處理器 也就是說這次的Hydra超頻工具是不能夠支持Zen 2架構的Ryzen 3000處理器的 另外Hydra還提供了4檔不同電壓下的超頻設置 分別是降壓模式 普通模式 超頻模式 和極限超頻模式 也提供了獨立的遊戲模式和ABS2負載模式的超頻存檔 新的診斷工具也完全是全自動輸入所有的參數 以及所有存檔都能夠有靈活的動態負載模式 更多的相關功能例如更平滑的動態負載切換 更細緻的負載頻率設置等都是Hydra的特性 這邊我就不一一說明所有的功能了 先來看看Hydra超頻工具的使用需求 首先當然必須得是Zen 3架構的處理器 包括了APU5600G和5700G也是同樣支持的 確保你的記憶體內存超頻是穩定的 一般建議只開啟SNP模式 關閉PBO2的電壓曲線功能 建議使用手動防掉壓設置 華碩是Level3 微星是Level4 華碩是Level2 CPU電壓設置為全自動 包括電壓偏離模式都是不建議使用的 支持Windows12004以上乃至Windows11 顯卡驅動建議使用較新的版本或以上 電源計劃使用平衡模式 如果你都符合以上的條件 那麼我們就能夠開始進行Hydra超頻工具的使用了 首先打開了Hydra超頻工具後 在設置選項中 設置合理的PPD、EDC和TDC設置 關於要如何設置合適的參數 我也給出了我的建議設置 當然這設置不一定是最優的 但至少可以用來參考使用 然後在整段設置選項中 檢查是不是和畫面的啟動模式相同 對於一些想要獲得極限性能的玩家 還可以自行設置ABS1和ABS2 負載下的溫度和功耗上限 當然如果你不是喜歡過度折騰的玩家 那麼就不需要去特別設置這一項了 完成上述設置後 我們就能夠點擊診斷 開始進行處理器超頻設置的診斷工作 整個過程會有2-5個小時 非常的耗時 而之所以會花費那麼多的時間 是因為整段過程中 Hydra會給處理器進行不同程度的負載 包括單核負載 多核負載 ABS指令及負載等 讓處理器面對不同程度的動態負載時 能夠精準的獲得合適和安全的超頻設定 所以一定要很有耐心 另外有一點必須說明的 那就是完成了整段工作後 一旦BIOS調整過CPU電壓和記憶體內存電壓設置 包括相關的防掉壓設置 作者都是建議重新進行診斷工作的 因此特別建議先把電壓模式先設定好後再進行診斷 經過長時間的診斷完成後 我們可以發現在不同電壓模式下 Hydra已經為處理器輸入了合適的電壓與頻率 包括從1-2核心到全核ABS2高負載下 都有非常完整的設置參數 我們只需要點擊啟動設置 而基本上超頻設置就是完成的了 為了看出完成超頻後的差異 為了看出完成超頻後的差異 這顆5900X我進行了自動PBO模式 以及完成Hydra超頻設置後 選擇OC電壓模式 在Cinebench R23下的跑分對比 當然跑分相比自動PBO 從1569分提升到1590分 多核得分則是成21247分 提升到23107分 雖然多核得分提升是明顯的 但換來的則是功耗的上升 相比起自動PBO 多核負載下的功耗從137W提升到了175W 溫度也從70度左右直線提升到了85度了 這還是36.1TB水冷的散熱性能 可見散熱壓力已經非常吃緊了 但是別忘了Hydra擁有多個電壓模式選擇 我們試試看用普通電壓模式下的跑分情況 在R23多核跑分中維持在全核心4.5GHz左右 CPU功耗在135W 溫度在68度左右 最終跑分為22556分 相比起自動PBO模式 在不增加額外CPU功耗和溫度下 完成了6%的多核性能提升 對於一些堅持使用風冷散熱器的用戶 這會是一個非常好的超頻選擇 如果你覺得Hydra自帶的診斷工具 所自動設置的超頻參數覺得過於保守 你可以選擇在電壓模式內手動輸入參數 或者到COValues 也就是電壓曲線參數下 給對應的負載需求進行不同的電壓曲線調整 Hydra提供了低核心負載和多核心負載的曲線設置調整 你可以簡單的按下加減來同步調整所有核心的電壓曲線 又或者在單獨一個核心手動輸入電壓曲線指數 不過不論你是要在電壓模式下直接手動輸入 或是在COValues內進行設置 都必須先解除設置後再進行調整 完成新的手動調整後 也務必記得按下Safe Profile進行存檔 最後再點擊啟動設置來啟動超頻設置 最後如果一切順利並且對超頻後的設置都滿意了 我們可以回到設置中 將自動啟動軟件給點開 切記這個設置一定要留到最後完成整段和超頻調教後才點開 否則可能會出現因為超頻失敗重啟系統後 導致因系統重啟自動開啟HYDRA軟件又爆錯的惡性循環 基本上HYDRA的介紹就差不多到這了 但其實HYDRA還有一個隱藏功能 打開軟件輪件夾後點擊日誌輪件夾 再打開整段完成的日誌文檔 在文檔中能夠找到這個電壓曲線設置 這個設置是能夠完全匹配在PBO2的 也就是PBO2的分和電壓曲線設置 一般會建議輸入安全的電壓曲線設置即可 我也嘗試過將這個電壓曲線參數設置在BIO中 直接就是輸入後即可使用的狀態 不再需要自己進行摸索和調教了 因此HYDRA超頻工具 也是一個非常方便找到合適電壓曲線的好選擇 只不過我最後還是沒有選擇使用HYDRA 原因是 我有華碩2的ROG C81 讀有的Dynamic OC Switch它不香嗎? 我直接給它造全核心4.7和4.65GHz的設置 跑分也比起HYDRA的最重成績更好一些 單核得分1612分 多核得分23534分 比起自動PBO提升了3%和11% 相比起HYDRA的超頻結果也提升了1%和2% 多核跑分下的功耗為171W 溫度為81度 雖然比起自動PBO還是高了不少 但比起HYDRA的超頻結果還是更好一些的 而且還不需要等待那麼長的整段時間 ROG C81你值得擁有 最後來給各位總結一下 其實在我使用了這款HYDRA超頻工具後 我確實覺得它比起之前的CTR更加穩定了不少 使用體驗和動態負載的切換也更加接近PBO模式了 但它終究是個軟件 相比起底層BIOS還是會有一些不穩定的隱患存在 以及HYDRA這款軟件的使用也相對更加複雜了不少 我這次和各位介紹的也不過是當中最基本的操作模式 HYDRA超頻工具還有非常細緻的超頻選項可調整 只是由於我對這款軟件的了解還不夠深入 以及自從有了C81我就再也不想要折騰這些超頻軟件了 因此我就沒有特別去研究這些功能的使用性了 不過HYDRA裡頭的這些電壓曲線指數表還是非常有用的 雖然說我目前只有在這顆5900X照搬使用 並沒有給多款處理器進行測試 不過既然我都能夠直接照搬使用了 那也就說明了它所提供的參考價值非常高了 哪怕你們覺得軟件超頻不太可靠 也可以利用HYDRA來找到合適的電壓曲線 來讓PBO2模式的體驗更好一些 好了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如果覺得這期影片還不錯 就別忘了點贊分享支持一下 新觀眾也別忘了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加入我的Discord交流群 對這次的內容有任何的想法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那麼這次的節目就到此為止了 我是Kenny 我們下期影片見